最近这个逆风行脚的活动呢 感动了很多人 也重新揽起很多人对台湾的热情 不过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逆风行脚 听成 没关在讲逆风行脚 把逆风行脚 听成那个嗡嗡嗡的 逆风行脚 所以很多小朋友就跟父母讲说 他们想去参加蜜蜂活动 蜜蜂行脚的活动 我要在这里特别在声明 不是蜜蜂啦 是蜜蜂啦 我们不会有蜜蜂行脚 也不会有蝴蝶行脚 也不会有蜻蜓行脚 也不会有蜻蜓行脚的